大家好,我是小薇,今天讲一下博客的SEO优化方法。 如果你拥有一个网站或博客,就一定会知道SEO优化的重要性。 对于一个新的网站来讲,如果想要获得足够的自然流量,就需要进行各种SEO优化,从而在Google获得排名的提升。 SEO是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的缩写,也叫做搜索引擎优化。 SEO的具体操作方法包括内链、外链的建设、内容关键字的选择,以及网站架构的优化等。 2023年,博客依然有很强的赚钱能力。 只要发布有价值的内容并进行正确的优化,就可以获得足够的流量和稳定的收入。 而且,随着AI写作工具的进化,博客文章的写作效率也在不断地提高。 根据Safari Digital的数据统计,大约61%的网络营销人员认为SEO是一个网站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因此,如果你想在互联网取得成功,就需要掌握各种搜索引擎优化方法。 对大部分人来讲,相对于综合性网站,博客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就为大家讲解七种常用的博客SEO优化技巧。 一,关键字的定位和策略。 每天都有无数的文章和网站发布,用户往往会通过Google搜索关键字寻找相关的内容。 如果你想让用户快速地找到你的博客文章,就需要选择正确的关键字。 打开Semrush工具,搜索想要使用的关键字。 就可以查看此类关键字的搜索量,以及热门的长尾关键字。 根据热度和竞争激烈程度,选择正确的关键字,并撰写对应的内容。 所谓长尾关键字,就是更加具体化的描述内容。 长尾关键字一般会包含多个字符,搜索量也会低于核心关键字。 以核心关键字Car为例,用户如果想要了解2023年最新的汽车市场行情,往往不会直接搜索Car关键字。 而会在Google搜索例如2023 Upcoming Cars。 如果客户对奔驰品牌汽车感兴趣,还会搜索Mercedes-Benz Upcoming Cars in USA 2023。 此类词条就是长尾关键字,也就是非常具体的描述。 如果你在博客中发布了一篇名为The New Mercedes Models in 2023 and Their Pricing的文章,并被Google收录。 客户在搜索这个长尾关键字的时候,就会大概率找到你发布的文章内容。 2. 学习Google的算法和内容抓取方法。 如果你没有SEO优化经验,就需要学习Google对网页的抓取方法。 如果你的网站没有被Google快速抓取并添加到索引中,用户则无法搜索到你的博客内容,从而无法为你带来任何流量。 进入Google搜索中心,选择文档,你就可以找到很多免费的文章。 其中包括SEO优化知识,抓取和索引的方法,以及优化排名的方法。 Google搜索中心会向你介绍正确和错误的操作方法,并且提供了常用的工具和代码。 非常适合新手学习使用。 如果你想查询自己博客的收录情况,就可以输入对应的口令查询。 如果你想要阻止Google爬虫收录某些网页,也可以在robot.txt中添加对应的代码。 三、反向链接和外部链接建设。 优质的外链和反向链接是Google判定一个网站是否优秀的重要指标。 因此,外链和反向链接的获取,是SEO优化中必不可少的工作。 以Google为主的搜索引擎会把外链作为信任投票。 一般来说,你的网站获得的外链越多,获得相关搜索排名的可能性越大。 如果你的网站能获得高权重的外部链接和反向链接,则会获得高权重网站的权重传递,从而提升你的网站排名。 获得外链的方法有很多种,你可以在和自己博客相关的网站下方留言,并添加上自己的网站地址。 或者在社交媒体平台和大型网站例如YouTube、Facebook、Quora、Medium中添加上自己的网站链接。 如果能获得政府、大学、门户网站的反向链接,则可以大幅提升网站知名度。 此外,你还可以雇佣专人帮你完成高质量外链的建设。 Fiverr、Upwork、SEO Clerk等自由职业者网站都提供了此项服务。 你可以选择信誉良好的商家合作。 4.网站速度的优化 网站的访问速度、响应速度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一个网页打开速度很慢,不但会影响用户的实际体验,还会影响Google对网页的收录。 影响网站速度的因素有很多种。 未简化的网站代码、DNS解析时间、服务器的带宽、动态图和Java程序,都会影响网页的加载速度。 因此,你应该选择一个稳定的服务器,并对网站进行整体的优化和提速。 例如你可以安装经过优化的WordPress博客系统,并选择高速运行的主机,就可以保证网站的稳定性和访问速度。 网站搭建完成后,你还可以使用测速软件,测试网站的加载速度和响应时间。 5.网站架构和用户体验 博客类网站往往需要投放广告,并添加各种推广链接。 因此,你需要在不影响用户体验的前提下,对网站架构进行优化。 如果你不懂网站设计,也可以购买专业的WordPress博客模板。 专专业的模板同时兼容移动端和桌面端用户访问,网站导航栏,AdSense广告位都经过优化。 你只需添加文章内容和AdSense广告代码,就可以直接使用。 相对于免费的模板,付费的模板往往会让你的博客看起来更加专业。 用户浏览,订阅的意愿更强。 在Google的算法机制中,用户在一个网站的实际停留时间,访问页面数量,都是重要的评价指标。 所以,你应该重视用户体验,并做好页面的优化工作。 六,使用WordPress插件。 WordPress有很多有用的插件,有助于网站的整体优化。 登录到WordPress后台,在Plugins选项中,就可以找到很多免费、付费的插件。 其中All-in-One SEO插件提供了最全面的解决方案。 可以帮助你正确添加标题、Meta源描述、关键字、生成XMbio站点地图。 将你的站点连接到Google Search Console,针对社交媒体进行优化等。 Constant Contact插件可以帮助你建立一个电子邮件列表。 并向你的订阅者发送精美的电子邮件。 Monster Insights插件则是最佳的Google Analytics插件。 它可以将你的网站与Google Analytics连接,并准确地分析网站访客的关键字搜索历史。 有助于网站优化和流量的增长。 七,博客文章的布局和优化技巧。 博客的核心就是内容的创作。 博客文章的内容应该尽可能地丰富, 并为读者带来丰富的信息。 以英文博客为例,西方用户喜欢简洁的网站界面和导航栏。 你可以在文章添加Table of Contents,也就是文章导航, 把各个段落的副标题整理为一个导航栏,方便用户选择章节阅读。 同时,你还可以在博客中添加丰富的视频、图像内容。 在文章的中间和结尾部分,你还可以添加内部链接, 为读者提供关联的内容,从而增加网站的流量。 最后,你还可以开发评论区,允许用户添加评论,增加文章的人气。 总之,如果你的博客文章内容丰富,用户就会选择关注你的博客。 Google也会通过算法机制对你的博客进行评分。 如果Google认为你发布的文章具备权威性、可读性, 就会把你的博客排名提升到关键字搜索结果的最前面, 并为你带来自然的流量增长。 除了今天我提到的几种方法, 你还可以使用更多的方法对自己的博客进行优化。 无论是外链建设、内容创作、还是网站的优化, 都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你需要至少坚持三到六个月,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 因此,如果你想创建一个成功的博客, 就需要耐心地进行内容创作和网站优化, 才能在众多的竞争者中取得成功。 今天的视频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转发本频道。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或者联系小微。 欢迎大家收看本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